今天是想跟我老公交往 跟新婚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吃飯也都是用下巴跟人中吃 就是這樣 然後看到那個 用點了 他會不會 會 因為我老公很受不了 他帶我去什麼吃螃蟹 吃牛排 吃魚 他覺得我很不會吃螃蟹 會吃螃蟹的人看到你這樣子 他會覺得說我來幫你弄好 他幫我把全部的肉弄出來 然後那個蟹餃 他會這樣幫我整個推出來 讓我吃到完整的肉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 才不辜負那個食材 牛排他就是看我用那個刀 他就是覺得我手很殘 因為他覺得我沒有順著那個紋理 因為他帶我去吃的就是好吃的 他說你這個不順著紋理 你去那邊逆向切 切什麼切 切出來是沒有口感的 所以他就乾脆都幫我切好 然後吃魚我也很不會挑魚刺 他的魚肉絕對是幫我把刺 都挑好之後魚肉放到我這邊 然後以前我們跟我的爸媽 我們家人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吃台菜 台菜中間的桌子 不是都是轉盤轉的嗎 然後我永遠都是坐在那邊 都是我老公站起來這樣轉 然後把我要吃的那個這樣子 然後弄到我面前 好好喔 好喔 對 就把我要吃的菜 轉到我面前 他在幫我弄到面前 因為他就說他手長腳長 他比較好弄這樣 對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看到 我媽就說 Michael對你好好 我還幫你夾菜這樣 然後我老公竟然站起來說 楊媽媽我願意為他夾一輩子的菜 好會喔 可以叫了 所以我就這樣 他在我們全部親戚人面前 這樣子講 真的太棒了 我自己是聽了都有點雞皮歌 大家聽乾家 那重點我聽到的是 問到重點 交往的時候 交往還有新婚都這樣 後來呢 微視多久 像如果是現在的話 吃牛排我就一直切一直切 他就在旁邊這樣子 我看你要切到什麼時候 幾年過去 他就這樣說 他說我看你要切到什麼時候 這樣拿對嗎 這個新婚他那個熱戀器 他現在只會幫他自己的女兒 那我才吃放閃呢 因為我覺得我25年 昨天實在還幫我剝血 你們去哪邊吃 先釣蝦然後再去吃 沒有 昨天是去那個 外裝飾 去騎馬 騎馬完去淡水 本來要去海風 因為我們談戀愛之後 就是海風旁 炒螃蟹有沒有 就海風蟹整修 所以我們就沒有去海風 結果走到後面巷子 有一個很好笑的叫做 叫做 叫做 金太陽孔雀蛤 對 所以就是有吃海產的 吃了很多海產 對 吃釣蝦還幫你剝 我很愛吃 但是我懶得剝 他會幫我剝 你嚇死人了 你要剝 所以你也是有下巴在吃孔雀 你應該要剝 你不能只跟馬在那邊照相 你要剝師匠為你這樣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上一代的人不好意思 你可以剝你三次 我今天這樣講師匠 搞不好就不高興 不是嗎 真的假的 不是嗎 我先生覺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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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的 對 因為這種幸福生活要分享 沒有 我先生那個人是覺得 害羞 恩愛是私底下這種事情 硬漢就會這樣 他喜歡這樣 所以我跟我先生走路 是借一下 我怕你脾氣壞的 示範 我跟我先生走路是這樣子 但是只要有人 我沒有 你看我沒有扣 你沒有扣 要撇進什麼東西 可是如果是有朋友或員工 有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就 他這樣 他不會很明顯 但他就會喜歡 放掉 Ruby 對 他覺得是會變這樣 對 他一直回人家一看到有人 精神錯亂 一直拔頭 一直拔 不要跟我跑 不要跟我跑 不要跟我講 無聊 我剛剛這個分享就很放閃 對啊 好詠言對不對 我20年的婚姻一向是自給自足 我老公 他會牽手照 自己牽自己 怎麼就牽手 我老公這一塊 怎麼看都不對 忠明哥說得這麼細 對 握手OK 他會牽著我 但是吃東西這一塊沒有辦法 但他太賣了 他都還自己吃 而且你知道 尤其是我們結婚20年 有時候出去吃什麼東西 夫妻兩個一定就自己吃 對 有一次我們就跟了一對夫妻去 我們去吃胡椒蝦 兩對夫妻 老 那胡椒蝦這種東西 你本來就是要自己吃甜 對不對 對 然後我跟我老公就在吃 然後還點了一個蜂螺 你知道 蜂螺 蜂螺 胡椒蝦 然後我跟你講 我跟我老公就拿了牙線在吃 然後我對面那一對夫妻 老婆就不動了 然後老公就開始拿了蜂螺 再挑到碗裡 然後挑了一小碗在牙籤擦的給老婆 好貼心喔 有弄好妳 照這種畫面 妳就不爽了 沒有不爽啦 嫉妒性又來了 只是覺得說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幫你撥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有做指甲 好貼心喔 我們家裡面會卡黑胡椒 有那個份 然後這時候就拿起 然後我喜歡玩沙會有這種的縫 對 他不講還好 今天都可以飛翔玩沙 玩沙 他不講還好 講完之後我看看我老公 我老公一直在挑 然後我看我的每一個指甲 塞滿了黑胡椒 然後 CM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 我手指甲都是黑胡椒 我老公邊是說 那個廁所在旁邊去洗乾淨 水座很強啦 因為水座很強妳可以沖 還要我自己去廁所洗乾淨 你去洗車場 那水座牆這樣 我掃過去他不然手會痛 對 然後你當下看到想說 如果自己要生氣 你那餐飯你就吃不下去 對 真的 你只能想說算了啦 因為老公婚前也就這樣 婚後不做那就是OK啦 她說一人一款命 一人一款命 她講這種話 姐姐妳 我愛你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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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別的方式愛你啊 對 我老公有別的方式啊 而且妳要知道 我對面那一對夫妻 他們結婚才六 七年 妳已經二十了 妳能不能走到二十年 還不知道 這是一個幸福的詛咒 沒有... 就是說夫妻如果要長長久久 有時候老公如果真的 不會刻意做這些 老婆就不要生悶氣 對 因為不一樣的人 對 不一樣的人 對啊 但是有時候真的會遇到一些情侶 就是只要跟她男朋友在一起 她不只手殘腳殘 腦也會殘 終於真的會變成另一個人 我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一個女生 她交了一個男朋友這樣 每次我只要看她交新男朋友 她就會變得非常膽小 有一次我們跟她一起 跟她男朋友一起去吃一間餐廳 在宜蘭 然後那間餐廳旁邊是 要進去中間是一個橋 旁邊就只是淺淺的水 她跟她男朋友走過去 她就這樣抓好緊說 好怕... 就給我這樣子 然後那個木地毛 有啞啞啞啞啞 它整個摁下去的時候 就發出那種嬌嗔的聲音 就怎麼會這樣子 就妳知道我想說 到底這女生到底怎麼會 對 會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 女生不喜歡 最討厭這種 最討厭這種 就是妳跟男朋友在一起 然後旁邊又有朋友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妳應該要顧一下 我們的感受 就會覺得說 而且我們又是單身去的 妳就是在賞給誰看 對啊 就覺得要不離 要跟我們聊天一下 沒有 吃飯的時候 她肚子餓也是一樣 用下巴指說 蝦蝦 撥撥 然後她男朋友就是會幫她撥蝦 然後吃完之後 她胃有一點不舒服 她就直接抓她男朋友的手 過來說好不舒服 就是直接抓她男朋友的手 那邊我就真的會很不舒服 是因為我們身邊 有很多女生 男生 沒有 未必都是一對的 如果今天都是情侶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可以接受 可是今天如果都是有單身 又有女生 妳要理一下我們 要跟我們互動一下 而不是妳們放在那邊 放閃都不理我們 就真的很不喜歡 她說妳出去就好了 對啊 其實談戀愛還滿多人 很容易手殘腳殘 為什麼呢 就是行為非常的退化 因為你看我們要多小的時候 才會被別人餵死 大概兩 三歲 所以連兩歲我們都說 我要自己吃 喜歡獨立自主 可是為什麼會退化呢 這是因為要呵護 要被那種關愛 就像小小小孩一樣 被呵護的感覺 我兒子現在都要自己吃了 真的嗎 一定要自己吃 對啊 小孩子會這樣 對 她說我要自己吃 可是 她還不到兩歲 所以你看她退化到一歲 所以為什麼要退化到那麼小 就是要像小小小一樣 被呵護 被疼愛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這樣的行為 會覺得不舒服 就說妳退化也退化得太嚴重了吧 對 太誇張了 妳退化得太誇張了 當然有些時候會看到她的貼心 弄張手或是什麼 這種貼心是還可以 那一同桌吃飯的 如果說退化得太嚴重 就會讓其他人看到這種感覺 就會對照自己 相較之下覺得 如果對我的另一半沒有那麼貼心的時候 其實還滿難受的 對啊 真的 可是有時候就是比方說失臟 就撥下撥一撥 然後就是這樣餵妳對不對 餵 吃下去 怎麼有曬味 聽喔 會不會有這種食物 妳有聞過這種 妳有沒有洗手 她會說 正名 怎麼有曬味 對 我指縫 對不起 這太可怕了 對 不過我覺得每一個人愛的方式不同 不要用這個來評量 她有辦法愛妳 對 因為二十幾年前 我們還是窮夫妻的時候 那時候去大陸經商 都要到香港轉機 對 我都陪我先生去大陸做生意 那我們就在香港 台灣那時候還不流行大雜蟹 香港才有 我們年輕窮夫妻 那事實上很想說 我們就來吃一支大雜蟹 忍痛 我還記得是900多塊 台幣要30千塊 一支 在香港吃 對 那麼我很愛吃蟹 但是我覺得那麼貴 我也捨不得吃 而且我懶得剝 就那一支蟹 然後旁邊叫了一點麵跟飯 事實上就這樣一直剝 大雜蟹很小 你知道嗎 那個腳 每一支腳 它剝剝然後堆了一堆小山 對不對 我想說那一口一定很 很好吃 價值連城 很過癮 而且已經講好你吃你吃 我們叫我一吃就好 對 結果師長就這樣湯匙一瓦就 好可愛 好好喔 天啊 有沒有在放傘 天啊 謝王之王 謝王 這個很感人的 我自己覺得蠻感人的 對啊 20年前好 指數要高 我剛剛那種討人宴的 放傘指數多少 看誰分好吃 這個還好 這個 稍微高一點 來 看一下 好 是 六十 結婚25年 25年 現在還在餵師兄 有 這是真愛 對 這是真愛 那這個算是經得起時間考驗 對 好 我們看第三種是什麼 騎車 開車 親友 完全忽視其他人 紅綠燈其實是一個非常可以觀察 尤其是上下班時間 還在摸 我們開車的時候在等紅綠燈 因為我們的窗戶 窗戶比較黑 所以你要看你旁邊摩托車的情人 妳貼得很黑 對 也沒有到貼得很黑 就是其實外面是看不到裡面的 我覺得說有時候情侶真的恩愛 有時候譬如說女生穿短褲 男生要摸摸腿 對 或是女生要摸一下都OK 但你知道我曾經看過一個就是 有些男生比較天氣冷的時候 他外套會反穿 對 反穿之後女生的養隻手 就會自然而然的伸進外套 對 什麼東西 有… 那伸進去如果只是 單純的伸進去OK 只是為了取暖 可是你會發現 就90秒的紅綠燈 男的一開始是笑一下 笑到的時候就會發現 外套會開始在蠕動 嘻嘻叔叔 嘻嘻叔叔 那樣就算了 摩托車 男的兩隻腳是在那邊等摩托車 然後就會發現摩托車怎麼開始會 前進 不是 摩托車就會 會動 會動 摩托車在動 然後動一動之後 男的看到女的女的會在那邊笑 你知道她不知道 我其實是轎車在旁邊 已經完全看到她 然後兩個人就很開心 90秒鐘 你知道兩個人多快樂 覺得你是 你是懈悟還是傾怒 你這時候嫉妒心又來了 我不是嫉妒心 因為下班時間旁邊很多車子 我覺得你要恩愛 要怎麼摸 怎麼弄 你可以回到家 你的視野是搖滾區 因為她就在我旁邊 所以我看了一清二楚 真的 對 然後90秒鐘 兩個又很開心的往前了 那90秒也滿精采的 我就整整看了90秒 我看表情嗎 男的都戴著安全帽 但你可以看得到他們是喜悅的 有時候情侶放閃 我覺得真的要看場 妳有坐過摩托車嗎 我沒有坐過摩托車 有 有 很少 很小一段時間才坐過 就有人追妳的時候 就是 對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在高中的時候有坐過 大學我都坐捷運了 但是我覺得 後來我會開車之後 我就聽我朋友講一件很驚悚的故事 她就說她曾經載過 就是一對情侶 她也是跟她女朋友一起 像開車載那一對情侶回去 她說過 小孩的天堂 大人可以不要來搗蛋嗎 不是那個溜滑梯 對 下我的洞嗎 然後就有一對情侶就躲在那邊 然後超尷尬 我先帶我的小孩子去玩 然後玩一玩 因為那時候已經晚上吃飽飯 8點多的時候 然後他們兩個就 然後我就已經想說 這一對情侶怎麼在這邊 這是小孩子的場所 可是更尷尬的來了 我兒子跑過去在她旁邊這樣 在溜滑梯以下我兒子就這樣 天堂